整个0403它的分布范围是比较小 但是它是比较高密度的 密密麻麻的点都还是聚集在花东一带 0403花莲地震之后 余震还是不断 也让今年的地震发生量上升 摊开数据截至今年9月统计 规模7以上就是0403花莲地震这一起 而规模6以上则有10个 若看到近10年以来 仅次于111年的12个 但今年还没过完 数据可能还会更新 而规模5以上也有135个 是近10年以来唯一破百 但气象鼠认为这不算异常 其实也不算异常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位于板块的交界带 所以它在挤压过程 有一些地方它就会累积硬力 但是它有一些变形 它就是有点像是卡住过不去 然后突然它的力量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它那个岩石或者是断层 它就会断开 那断开就会产生很巨大的地震 那这个地震的同时会伴随很多后续小地震 因为它这个区域的岩石硬力的调整 然后就慢慢的释放 和1999年的921地震相比 气象鼠当时的统计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整体余震才算是告一段落 至于0403地震过了半年 大大小小余震已经破千个 观察规模有趋于缓和 但还不能说已经终止 地震它的能量都是一开始是最高峰 然后慢慢它整个在地体构造上面 因为它做一些硬力的平衡 所以慢慢都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地震 那因为主震它规模是7.2 所以后续如果有规模5啊6啊4啊 这些其实都算是蛮正常的 以观测上的经验来看 这个目前是跟主震相比已经持续在区换 0403之后小余震一波接着一波 甚至显著有感次数已经超过400个 所以接着要观察的是余震的地点和规模 是否有出现明显变化需要持续监测 最好的情况 就是就是他这些都是0403的那个余震 所以0403是这件事情的主导者 那如果渐渐平息下来以后也就没有事了 但是我担心的就是说那个 就像那个日本讲的那个大地震时代来了 日本进入大地震时代 就表示这个菲律宾海板块非常的活跃 位于板块活动频繁的台湾 时刻需要保持警惕 甚至建筑耐震观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老屋要重建或者是我要购买新屋的时候的考量上 有一些的变化 过往从来没有人很少人在问在买房子 说你的耐震能力是多少 现在开始会问了 这是第二点 那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券商们也开始在注重这一块 所以他们也开始在推所谓的耐震宅 到今年7月底统计 为老条例通过短短约7年的时间 受理建树来到4088件 显见地震频发 民众对于老屋重建相当积极 如果经济上有能力 买新屋时 耐震系数也会成为考量因素之一 只要经济能力允许 大部分人都会首选一定是新房子 可是就跟你刚才所讲的 目前房价是偏高的 那对于蛮多的人 他们的经济预算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就会被迫 只好去选择老屋 才买得起 我觉得这个老屋的需求 还是会持续一段整 如果购买中古屋 可以先查询地段 是否位于土壤异化区 另外观察建筑外观 公设及屋内空间 有无裂缝或建筑结构 是否受到破坏 想要专业一点 也可以请结构技师 先做评估 毕竟地震来得无声无息 只能事先做好因应 降低灾害风险 铁北新闻连至旧游泳台北报道